我们说了玄学狭义上 代表着善意形象补 广义上就跟义跟道 是一样的 代表着万事万物 最终的大道相通 自然规律 狭义上的善意形象补 先说补 它决人以一 每个人心里都有很多 不停的 各种的 困惑 不爽 这个东西就很气足 有的时候就该用 什么时候该用 我们先不说这个 那 衣呢 就不用说了 撩人以极 最高明的衣都是 空手 就不用药的 导引 弃 弓 弓 那包括空手 画幅念之文 这个 我们一般人还没经历过 扎的针都是空手 那就是道义的 那其次就是中义 中义大部分人我们 适合才叫中义 西义就比较片门的 也叫义 但是理论上它都不够完善 所以 我们说 学医补的人 那古代世人 就是有追求的君子 要么 那就出师为官 那他们都是学类文化 要么落魄了 或者是 有特殊的志向 你像 邵雍 他最大的成就就是 医学的 大将 开山鼻祖 在各个方面 都有所展露 反而 视图上他 不是很在意 或者是赶上乱世 怎么样 那这才叫文化人 你不通这个 衣补 怎么叫文化人 然后像 天像地像 人像 夜观星像 地像就是堪于风水 人像 还像 那么 我们即使不学这些的人 也会 看到一个人 感觉上 他怎么样 我潜意识里 我们深层的 都懂一点 好以后 至少是表象 能说他不重要吗 生活中 处处都在用这些 那命就不用说 人生 医生的 轨迹 那个人的命运 能说不重要吗 就是有这些东西 就是有人算得住 那山 就更高级了 那修炼 能改 造 自己的身体内在 身体 心灵 心灵 包括这个灵 到最后能改到 自己的命运 那一般人 是改得很少 那要么你就通过 行赖 记得到这个 其他的办法 学 然后也能不断提升自我 增上智慧 生活主义 这些都是 都是在最常用的常用 有些人只是一提到这个字 就认为你谈学论庙 这个词又变成不好 那本来都是好词 你过分的这样 那整天就是这些 那什么都不会做了 那就有点 那太荒废了 那么宏观上呢 沿着上其词 动着上其变 知己者上其像 不是者上其战 战我们说了 这是四个 异道的 所谓大灾 等异的人 所能运用的 也是老百姓 任用异而不止 处处都在用 你看上其说话的人 包括写文章 自己每天都不停地在说 说的都太多了 尽量 你不是很擅长 这个就少说 然后有些人喜欢跟物打交道 人家常说物理 现在尤其发现创造 现在科学年代 那就知己者上其像 也有好的一方面 动着就出摸话